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艺术园 今天和大家分享 星光闪亮光之美少女的软糖食玩 盒子一共有四个种类 最后有制作方法的介绍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会抽到哪一个盒子 是太阳天使的 然后这一袋呢是B模型的 抽到的是银河天使的盒子 还有三包不同颜色的粉末包 这是做软糖的模具 那我们先来准备三种不同颜色的溶液 因为我倒了两包 所以呢要倒两杯水 正常呢只要倒一杯就可以了 粉色这个是草莓味的 搅拌均匀之后呢 放到500瓦的微波炉加热30秒 然后黄色的这一包呢是菠萝味的 同样也是倒两勺水 搅拌好之后也要放到微波炉加热 好的那同样的方法做蓝色这一包 这个呢是葡萝味的 好了我们要开始给这些模具填充颜色了 那我们看到黄色和蓝色混合得到了绿色 那蓝色和粉色混合呢可以得到紫色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填充颜色 好的A模型完成了 接下来倒B模型 这个模型也有一个流星还有星球 和前面的A模型是一样的 好了完成 接下来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 那在冷藏的过程中呢 我们先把这个宝盒折起来 最后把盖子扣进去 那太阳天使的盒子就折好了 还有绿色的银河天使的 然后这张纸呢是用来放软糖的 塞到盒子里面 软糖也冷藏好了 颜色看起来还挺漂亮的 可以用手直接弄出来 怕弄坏的话呢 也可以用牙签慢慢的把它们取出来 那你们喜欢这组的颜色吗 再看一下B模型的 不知道做得怎么样呢 哦 这个做得不是很好呢 好像是水加多了 太软了 不好取出来 我们还做了第二种颜色的B模型 这个呢比上一个要做得好很多 那这两个B模型的 你们更喜欢哪一组的呢 打开星空天使的宝盒 我们把软糖放了进去 太阳天使的 放的是A模型的 银河天使的 放的是B模型的 银河天使的 放的是B模型的 个人觉得有一点偏甜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软糖食丸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哦 我们记得点赞并订阅